最后于老师又回来说箱子 这是从小学的 说句良心的话 这门艺术不好来 真有难度 真的啊 不管是形体 声音表演 以及你的个人的特性 都很重要 是 还有嗓子 妈 现在你说大剧场 还有个话筒 当初老先生拿话筒 就凭嗓子 肉嗓子 两千元子也没这个 对 全是这点气兜着 单甜气 单甜气兜着 坐了哪儿都得听得见 保护嗓子 真是老先生聊天 那过去那个 甜的不吃 怎么呢 hold着 然后就保护 咸不能吃 咸的 嗓子腌了怎么办 醋不能吃 酸的怕折腾 辣的 跟我说 门也没有 大米饭 把两边的尖都嚼上去 这也太过分了 那像于老师 我呢 这么大个的馒头 两个两个往里面扔 这俩馒头 谁还碰不见谁 好家伙 我这下水道 是不是 当年我们有一位 京韵大古的前辈 哪位 古界大王 刘宝泉 几乎这辈子 没吃肉 素 就是以吃素为主 偶尔想吃点灰性了 炖锅牛肉 用牛肉汤 汇点菠菜 光吃菜 这就行了 这就算吃肉了 睡觉前 切两片梨 这什么意思 雪花梨 一大烟梨 啪啪 来两片 干嘛 痕在嘴里面 这有用吗 早晨吐出来 这梨都黑了 这黑 弹火勾出来 多讲究啊 就这么讲究 我也试过 这痕梨 睡觉前来俩大梨 嗯 嗯 嗯 切成片 哦 困着 躺着 睡吧 我有个毛病 啊 睡觉 爱咬牙 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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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叫咽一片 这可怎么弄呢 嗯 后来我跟我媳妇说 啊 我说你今天惊醒点 干嘛呀 你先别睡 哦 你坐上 看着我 看什么呢 你看我这梨整一咽一下去 啊 你给我续一条 好像 还带续梨的呢 哎 续一条 记得住吗 啊 记得住 睡吧 这点事不叫事 和你一条睡觉 嗯 早晨一睁眼 怎么样 嗯 没有 没续 把我气坏 啊 你认为这样 让你给我续梨一条 你怎么不续呢 这说法不算数 废话 怎么了 谁说没续 续了吗 三分钟 传续一条 祸 就这个为饶尽半斤饼 对呢 好 下午 没听说往里续饼的 下不了人家那个功夫 哎 那是 要不刘宝泉先生是古界大王呢 唱的真好 唱大鼓 人家 头一份 早的好 到了六七十岁 那个嗓子 那小姑娘时 就那么笑 那么甜 那么脆 那个好 干净 关键是 是吗 刘派的唱腔就是这样 哦 啊 唱段是金刀铁马 是是 动作 竟是用的京剧的东西 刀腔架 那你瞧着 真好 嗯嗯 你刚才唱那个 哪段 什么大西乡啊 嗯 什么单刀会啊 什么赵云杰江啊 嗯 哪个都好 您来一段咱们听听怎么样 啊 唱一段这个 最近哪呢 听过来 天儿一凉啊 就感冒发烧闹嗓子 是啊 学不了人家那个 那个高度 哦 我稍微低着眼 您听听那个意思 就行 听个味儿 哎 刘先生 刘先生 可能在这 我可能就在这 哦 这就差的不多 这就 两刀 差哪儿去了 哈 蹲地也听了 掌照 仙几 妙飞 长 孙传 迷前 仁国 将 周上 灵命 狂 卷主 夫人 念母也思想 片岩却成 无情棒 打散 探头 对 弯阳 到后来 孙夫人 难免 偷将 死 永别 戏 传 汉 众 帮 绳 绳 绳 除 土 好